作业基本上就是一你要让我看到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这上面有conif而且是用名称的方式定义 第二的话就是上面这边要有筛选 OK利用筛选部分做出要的结果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呢 把这整个过程的录制下来变成两个按钮 第三个这个就先不要好了 就这两个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的单元就是黑名单筛选加个清除这样子 那按下来之后的话呢 他可以把要的这个黑名单全部都列在这边 27个然后清除就是把这个清掉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那不过呢 就会还是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按下这个筛选的时候 他好像会这样卡卡的感觉好像卡一个东西 感觉不是很好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东西给去掉 就是不要让他怎么按下去之后呢 卡在这边看起来好像 不是虽然没有影响 但是毕竟感觉不美观 有没有按下去 他就卡在这边 有没有好像有点坏掉的感觉 那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只要加两行程式就好了 加在哪里 记得哦 加在黑名单筛选的下一行 你就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把那个画面更新的状态关掉就好了 然后最后再把它打开 所以最后的话在Andersub上面 再加一行 那加什么呢 记得哦 那这个画面更新由谁管理呢 由Excel Excel的话呢 在VBA里面它叫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就是英文意思是应用程式的 指的就是Excel 它目前的话状态是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叫Application 点 如果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它里面有个属性 属性就是一个设定 就像你在手机里面不是有设定 你要设定什么呢 比如说我的亮度要多少 对不对等等的 就像这个 Screen Updating 你打一个S了 Screen就是画面 Updating就更新 画面要不要更新呢 你就等于什么 等于之后它有个开关 开的话就True 关的话就Force 那我要什么 Force 不要 不要帮我维持更新 不然会卡卡的 OK 好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会发现 写这一行之后 按下它 有没有 我有更新的 有没有 感觉好像不会那么卡了 但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记得 建议啦 在End Sub的地方 记得要把那个什么 Updating 记得在什么 把它打开 因为如果你不打开的话 变成说以后你在别的地方 它画面应该要更新 要有那个闪动的 结果它就不闪动 那会造成感觉好像怪怪的 所以记得哦 把它关掉之后的话 再把它打开 就这样 头跟尾就OK了 所以其实这效果做出来看一下 其实还蛮OK的 所以你会发现 录制聚集的好处就是哦 你即便不会写程式也没关系啦 反正至少的话你要想要把这自动化功能做出来 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毕竟哦 录制聚集的话只是个过程 感觉好像还不够厉害 所以哦下个礼拜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哦 如果我今天不要录制聚集 而是用VBA来撰写程式的话 该怎么做 OK 那今天的话是 等于是黑名单之一啦 就是你把这个作业存起来 所以今天的部分把它存起来 然后绞交这个作业就可以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谢谢啊